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2025双北市撞运降拍 设计与全新注视觉 受度亮相 以运动无界 人生无限为核心 将双城永续科技团结 普及五大特色视觉化 让世界看见台湾 在台北市长蒋湾 与新北市长侯友宜 共同揭幕下 2025双北市撞运赛会 奖牌正式亮相 奖牌排面除了有 蝴蝶王国象征外 更把主办城市 台北市与新北市的代表地景 台北101大楼 与野流女王头 以浮雕方式融入其中 特别的是 奖牌之带是由咖啡渣 及回收的运动服纤维制成 奖牌盒托盘 及颁奖台 也都采用自然材质制造 实现环保永续的目标 奖牌设计的意向 它代表的是我们蝴蝶王国的一个含义 那另外 它的这个样式也代表一个北这个字 也是台北新北 我们这一次奖牌的支弹 就是用咖啡渣 还有我们回收的运动服 所来制作 用它的材质 代表我们重视有序 那另外奖牌上面 有一边 有台北101的天际线 另外一边 有我们新北 这个野流女王头 的海岸线 所以这也象征双北 共同努力 用心来承办市专运 主视觉设计则是将赛会五大特色 双城 永续 科技 团结 普及 透过几何图形 及放射性线条 予以视觉化 呈现双美城市 多元缤纷与热情样貌 最主要是 尘取五项精神 一个是 永续 科技 环节 普及 双场 所以双城的意向 就是用新北的女王头 台北的101 然后有个辐射性 虚然 借着热情示意 以及所有都是环保材质 来推动永续的一个尝试 所以最主要的 除了这个意向以外 当然背后的几何图 清楚简单利落 代表着 养城 是不断的在结局跟创新 跟时代来竞争 所以我们期待 明年五月份的四壮业 所有国内外的选手 来报名越来越多越好 我们预估有四万人 一百二十个国家 我们要朝这个目标 努力继续做 市庄运目前报名人数有 一万六千八百五十一人 其中外国籍选手有 三千八百七十人 报名日期到明年二月十七号为止 连满三十岁 无需选拔 也没有年龄限制 就可以报名参赛 欢迎喜好运动的国人 把握机会报名 一起来与世界挑一场 记者张琪腾 台北报道 为了要庆祝 中华民国113年国庆 台北市政府将举办升旗典礼 当天市长蒋万安 将陪同民众扯跑 完成后可凭参赛手环 兑换慢跑好礼 福人大学竞技拉拉队 舞蹈表演展现活力满点的运动精神 113年国庆升旗庆祝活动 除了升旗典礼 国歌领唱及表演活动外 今年特别规划国庆慢跑活动 将由市长蒋万安陪民众 在市政大楼周边道路一起晨跑 完成后还可以凭参赛手环 兑换慢跑好礼 国庆限定运动玉京 去年是毛巾 今年是玉京 所以就更大条 更有特色 那把我们非常双十的感觉 国庆的感觉 就放到我们整个的 这个台湾制的玉京 这部分我相信 今天呢记者会完之后 下午两点开始 大家就去民政局网站 就是相关登记 那大家知道 今年对台湾事来讲 我们是连续的活动 10月5号呢是承接了 我们中央委托给台北市 办国庆晚会 那10月10号呢 就是我们例行的 每年都会双十国庆升旗 那从蒋市长开始 我们推幅了慢跑 就是跑我们的市政府三圈 一方面呢提醒大家跑出健康 一方面呢在国庆日 也跑出国家的希望跟未来 所以呢这个部分都希望是亲子共同来 所以虽然说呢我们登记 但是大家记得可以把全家人都带来跑 只是说当然因为礼物是限量 礼物是限量 所以呢要请大家一定要跟他来登记 那我们当天呢就刚刚主持人提到 不只是有升旗 有慢跑 我们还有市集 所以呢整个会这样的热闹 再加上明年是我们台北市 新北市的重头戏 就双北的世界壮年运动会 所以除了郁金之外呢 我们还有很多运动的闯关 闯关之后呢还会有个精美的小礼物 但是更重要的是希望呢 当天可以跟着我们的熊赞 还有我们的壮宝 就是市壮运的吉祥物壮宝 共同呢明年大家一起来 参加我们的世界壮年运动会 今年舞台区现场表演更是全新升级 邀请卫犬龙啦啦队 带来活力四射的应援曲 暖身操 现场还规划20家摊商 包含早餐甜点小吃饮品 及文创小物等内容精彩丰富 好 刚刚讲到我们的演出团体 包含魏犬龙啦队 成功告对仪队 还有我们的台北市原住民族合唱团 带你们的大家一起来感受国庆的气氛 那大家非常期待我们这一次 慢跑的限定郁金 还有更棒的是 壮宝熊赞市长带大家一起暖身操 好 刚刚讲到呢 我们的市集品牌混市集 以及这次还加入了 我们的运动体验摊位 邀请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 今年国庆慢跑活动 以线上登记抽签 现场报道方式办理 即日起到10月3号中午12点前 到民政局网站最新消息去报名 登记完成即可参加抽签 将由电脑随机抽出 3500名幸运额 也欢迎民众西家贷券 一起来参与 记者离席会台北报道 114年中央政府总预算中 攸关公教人员权利的退辅基金 补拨金额仅变列194亿元 离程序部精算的每年拨补317亿元 有一段不小的差距 全教总与立法委员林俊宪 陈玉珍及黄国昌 联合召开记者会 要求行政院以依据10年的精算 补拨退辅基金 确保基金永续 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理事长 侯俊良与立法委员林俊宪 陈玉珍及黄国昌 还有多个县市的教师联合工会 代表共同呼吁行政院 履行政府责任 确保基金永续 因为根据估计 公教人员退辅基金 将分别在2051年 及2048年用庆 因此全续部提出播补精算 其中分10年播补 对退辅基金和政府财政最为有利 不过行政院方面 却选择20年播补方案 让教师团体无法接受 这种选择性改革及播补政策 今年行政院所送进来的一个预算 就是编194亿 每年编194亿 那我们需求的一个10年播补 是317亿 还有一大段的一个距离 那如果以10年播补 跟各位报告 总共要播3170亿 如果是用20年播补 总共要播3880亿 所以很明显的用20年播补 最后政府还要多支付710亿 再加上整个政府要去因应 后面基金用性的一个年限 是非常的有限 所以怎么看10年播补都比20年播补来得省钱 而且在效率上是最重要的 全教总诉求也获得朝野立委 不分党派声援 要求行政院应该落实立法院 2022年完成的播补法制化 依据精算报告 播补退付基金新旧财务缺口 如果以整体的播补数据来讲的话 会省很多钱 所以我们也希望 政府应该要善尽 第一个 政府也是基金的管理人 能够善尽管理人的一个职责 那也是身为雇主的一个态度 那今天又是教师节前夕 所以 我在这里也支持 那我也提醒请这边 那我们是不是在 在明年在筹编 2026年的预算的时候 就应该采取10年播补的一个方案 也就是每年要编列317亿 来到我们的队伍基金 来确保我们基金的永续 按照这个播补的话 事实上如果分10年 事实上是可以替政府 节省710亿的预算 而且也可以让我们的公教人员 看到我们政府照顾我们公教人员 的这种决心 这一点其实是安心的做法 所以我们建议说 事实上我们是强力要求说 事实上这个行政院应该 按照之前立法人通过的决议 经算过后又为政府节省公堂的情况下 分10年把这个基金的预算补足 第一个节省710亿 第一个也才是真正在对我们这个教师人员的一种尊重 让大家无后顾之忧 我们也公开的呼吁 台湾民众长党团也全力的支持 既然要10年播补 就不要为德不足 从2026年才开始 今年就利用总预算重编的时候 把该补的317亿 把它给补足 那以后每一年 以后每一年都按照这个服务 以后每一年就按照这个服务度 负起政府应该负的责任 那给我们所有的公教朋友 一个最基本的公道 全教总除了感谢 超委立委的支持与声援 也期待立法院能做出明确决议 要求行政院依据10年精算 足额编列预算 以确保退辅基金永续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导 2024台北诗歌节 9月28号到10月12号隆重登场 今年活动以诗如何读我为主题 由策展人红红精心策划 一系列精彩的活动 探讨诗歌与读者之间的生命对话 丹麦诗人劳淑珍 现场为大家朗读他的诗作 博油路的尽头 今年台北诗歌节 以诗如何读我为主题 由策展人红红精心策划 一系列精彩活动 探讨诗歌与读者之间的生命对话 并特邀丹麦诗人劳淑珍 担任注释诗人 展现对自然万物 与人类情感交织的深刻思考 其实我写诗的那个事情就是五年前才开始重新写诗 我年轻时肯定写了好多 但是然后放弃了 之后就是三十几岁或四十 差不多开始翻译 然后我觉得那个我的韩语其实不够好 作为一个翻译家我需要深深的理解 那个中国或是这个作家怎么写 他的那个生活 所以我好想从新开始写诗歌就是一种交流 跟那个汉诗或是跟那些作家 我翻译的作家 一种对话 可以这样说 今天我们很高兴地邀请了 来自各国的诗人 包括来自南麦的老鼠珍 来自这个日本的辛勤高子 来自缅甸的韩林 以及来自香港的关天林 还有来自美国的乔治 Jojo Connell 那他们有的人对台湾非常熟悉 有的人像老鼠珍女士 他才第一次来到台湾 虽然他二十年前就在翻卖 举办跟中国交流的诗歌节 但是他本身也是非常优秀的翻译家 跟汉诗人 可是他第一次来到台湾 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让这位重要的翻译家 可以跟台湾的重要的诗人可以交流 那另外就是就如局长刚刚讲的 这诗歌节其实它暗含了艺术的层面 那台湾西哥节从来都不只是一个文学活动 它是一个以文学为核心的艺术界 所以我们会在开幕的时候 我们举办了室内台 还邀请了这个 还是澳门的小城居团 跟我们一起参与这个室内台的活动跟演出 然后我们在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安排电影放映 还有影像式的live展演 以及在闭幕的时候会有一个大型的 以这个吴槐城的神像之导来改编演出的一个戏剧作品 现场也颁发诗如何读我 争选活动决选10名 得奖作品将于诗歌节期间进行分享 文化局局长蔡世平表示 近年来台北诗歌节不但让大家感受到诗的要动 透过读诗也可以找到文字的鲜活感 我是写留下的摆吗 然后一开始就是在艺术上 就是我那时候在关注一些裁缠的家务 然后我就是一直看到很碎的地景 我就那时候就有点读不下比较叙述性的文字 我就开始在看诗 然后那段就从那段时间陪伴我到现在 对就比较像陪伴的角色吧 其实真的是大部分是生活观察 尤其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大家会在一些报纸上面看到我的投稿 我这一次文学讲之外 其他我大部分投稿上的是摄录 对真的就是一直在讲诗 社会上发生的事情 所以这个过程我刚才分享的具体一点来说 当我越来越是讲社会上发生的事情 而不是讲我自己遭遇的事情 那这个时候得到共鸣可以更多 我到现在还是保持读诗的行为 因为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做评论工作的 有时候会觉得自己的文字变得非常干涉 非常的致识化 可是读诗是让我初心可以来理解文字的魅力 那特别是我们要特别强调诗歌节 把那个音乐性 诗的音乐性也强调出来 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台北诗歌节最独特的地方 我们要预祝2020年台北诗歌节成功 我很喜欢今天的表题 因为如果我们只看中文的话 我们读诗 然后诗如何读我 诗怎么可能读我们呢 可不可以看这个英文名字 How does poetry lead me 这句话太棒了 我想我们喜欢文学的人 喜欢诗歌的人 都会有一种内在的灵魂 还有一种非常遥远的字眼 在召唤我们 它就lead us to poetry world 我觉得这是最美好的 除了跨领域的展现 台北诗歌节还设计六场不同面向的讲座 透过影像音乐朗读展示诗歌 与其他艺术形式的融合 并与各特色书店 网络书店合作主题书展 邀请民众参与这场诗歌的文化饗宴 记者联席会台北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台北市大安区民俗委员会 举办餐序联系情谊 大安区公所也颁发降 撞赞赏委员会的善举 期盼团体将热善后施的 大安精神传播下去 大安区民俗委员会 热善后施的善行 散播到全国各地 每年都到乡镇做善事捐赠物品 今年已是第23个年头 足迹遍布全台 日前庆祝活动圆满 也举办餐序未来会员 首先要感谢我们本会的大家 各位委员出钱出力 使本会的各项活动 都能够顺利推动圆满完成 获得各界的好评 在此要向各位委员 表达万分的谢意 同时也要借这个机会 向区公所及各位长官致谢 在此要特别感谢我们 就是说民俗会的干事 书员会 长期待对我们民俗会做了很多的事 也帮我们争取了很多荣誉 记得他马上就要升官到部委会 在此也给大家的双手鼓励感谢他 接着我们是由谢谢区长推荐一个非常优秀的 让陈芳小姐来帮我们民俗会来服务 昨年来本会与大安区公所合作呢 举办了多项活动 尤其是城市交流的活动 给我们大家有很多的这个情感的交流 以及拖宽市有提升了很多的工作效力 我们今年也到了这个新竹县的 新竹县的武峰县 关西镇以及保山县 去年我们是去了伊兰县的南澳县 原山县以及这个伊兰市公所 这些年来我们陆续每年做三个乡镇 做了二十几年 我们也做了七十几个乡镇 这些都是本会都本事的取治愈社会 用治愈社会的理念 单单这一次我们新竹 办这一场活动 我们就在大家的帮忙下来 一趟下去也花了五六十万 要感谢各位委员 大家的鼎励的支持 使这个活动能够顺利完成 特别要感谢就是我们郑区长 我做会长做了二十几年 还没有一个区长帮我出货钱 再次热热鼓掌 感谢我们这区长 今天对我们来讲是比较吃力 我们不是单单办承乡交流 我们还办奖学金 我们还在区公所前面办了 爱心艰险 免费健康检查 等等的活动 所以每个活动我们都非常的圆满顺利 不但如此 我们今年是这个月 我们在台北市政府 每年也有办法奖金 我们会等各寺庙 还有各热心团体一起参加颁奖 今年的市长到美国去 所以由副市长林毅娃主持 我们就办了 副市长就在说 今年这整个受班的奖 总共乐捐了11亿3800万 所以我们也沾了光与有荣誉 在八十几个得奖人内 我们大安区就得了二十几个 这个荣耀是不容易 因为要做善事要出钱 我们大安区每次在 我们政区长领导下 我们都受到肯定 每次二十几年来颁奖 我们还没有第二名过 所以这些荣耀都要感谢 曲公所同仁 以及我们民俗会 大家乐山好事 把这个福气带给大家 我来这边将近一年 真的跟着我们沈凤云会长 学习很多 因为其实十二区都有民俗会 但是真正有落实在 就是城乡交流跟一些 也不算是旧纪 就是有时候偏乡的一些资源 我们互送到那边去 真的只有大安区在做 然后其他区原则上只是说 去那边观赏一下 然后交游一下而已 其实在这边真的 追随我们会长 学习很多 你看我们民俗会的相亲力真的非常好 上个礼拜在市政府大厅 班民俗会感谢 就是市长感谢各位 我们民俗会所有的委员都上台 真的 只有大安区的民俗会有这种能力而已 其他区根本都没有 真的非常感谢我们会长 然后民俗会长期以来对于公所的支持 那公所会持续对于民俗会的业务 我们会持续再来推动 民俗委员皆为地方士绅 地方一届领袖望重一方 对于社会潜移默化 发扬善良风俗之推动 扮演任中道远的角色 大安区民俗委员会 在会长沈凤云领导下 积极推动参与各项民俗公益活动 关怀社会造福相利 广受民众好评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责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品试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证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 根据媒体最新发布的2024县市总体 继永续竞争力调查 台北市蝉联总冠军榜首 其中在社会永续经济与就业 及教育与文化三大面向 更是全台第一 在台北市长蒋湾 与新北市长侯友宜共同揭晓下 2025双北市庄运奖牌正式亮相 除了市庄运活动持续获得国内外关注 台北市也迎来一项好消息 根据媒体最新发布的2024县市总体 继永续竞争力调查 台北市蝉联总网冠军 创下四年霸的记录 其中在社会永续 经济与就业 及教育与文化三大面向 更是全台第一 公共安全与消防 及医疗卫生两大面向 则是六都第一 其中公共安全与消防 更是六都中进步最多 显示台北市政府两年来努力的成果 对此台北市长蒋万恩首先感谢市府团队与市民的协助 他也强调不会以此致满 会加倍努力 持续与市民朋友攜手 打造台北市成为宜居友善的幸福城市 首先我要非常谢谢 我们远见在各项评比的项目当中非常用心 台北市我们这一次再次得到整体竞争力的第一 所以我要谢谢我们市府团队以及所有市民朋友共同协助 而且也给我们各项的建议 所以在这次的评比当中 不管是社会永续 还有公共安全 以及经济以及就业 我们都不只进步 而且拿到第一 这也刚好是我们过去一段时间 所定定台北市整体实证愿景 打造台北市为运动之都 安全之都以及未来之都很重要的具体成果 所以我们不会以此为自满 我们会加倍的努力 也攜手所有的市民朋友 我们台北队会持续的让台北越来越好 成为宜居友善的幸福城市 蒋万强调台北市作为全台领头羊 将以建构安全之都 给予市民生活安全保障 打造运动之都 带领市民运动风气培养健康身心 及迈向未来之都 在经贸发展及人口增长 持续保持领先 在这三大运景下 落实服务型政府形态 带领城市大步向前行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道 基北北桃独会通 1200订期票 从推出到8月底以来 已经累计贩售达709万张 各运据使用的次数 更达到5.8亿次 很获好评 在台北市副市长张温德 与优游卡公司董事长林志盈 及交通部公路局主密 与基北北桃交通局代表 共同启用下 用优游卡币城车 购买1200元 TPass都会通定期票服务 正式上线 只要下载APP加入优游副会员 就可以用手机购买 基北北桃都会通定期票 搭乘捷运 公车 国道客运 火车及U-bike 快速又便利 在去年上市我们的多通120之后呢 我们现在累积已经有超过700万的 购买数量 每天有超过60万人在使用 这一个便捷的交通工具 那在这个基北北桃市市里面 我们有不管是捷运 客运 公车 海铁 再加上我们最后一领路的U-bike 其实只要用TPass的都会通 在把我们的基北北桃市市的 共同生活的市民们都可以透过这个非常便利的工具 把我们四个城市更紧密地连着在一起 我们当然就更希望我们给市民的不管是除了交通的便捷之外 在使用的服务我们也能够更提升更升级 所以在今天我也很荣幸有这个场合 可以跟大家说明 那我们幼儿部B层车的功能 我们今天有机会再升级 把我们B层车可以扩大 可以购买我们的TPass 120 也就是未来TPass只要用幼儿部的B层车功能 我可以在家里面不用到我的捷运站去购买 我都可以在家里面只要动动我手机 就可以完成我TPass的购买 然后更方便的运用你的TPass的各种转音功能 B层车的好处就是相对TPasscode来讲 你用手机TPasscode你要对焦 你Line要打开的时候 有时候要QR Code少要对焦对半天 B层车不要 你只要在幼儿部打开以后 你的B层车功能直接感应 他就一定去旅游就结束了 那出捷运站的时候也一样 所以公车上下速度很快 不会耽搁到后面 你不会有太多的压力 所以这个功能为什么大家一直希望我们能够努力把它完成 那我们今天很开心这个跟各位运作业者 以及各位媒体朋友报告 我们已经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可以推租了 那现在其他外线市已经在举走说 接下来连到我接下来连到我 那没有关系 我们重中之重的这个鸡杯品 我们先把它完成 接下来有需要的各地的这个定期票 我们依然会努力 悠尔卡公司方面表示 2023年手机B层车搭乘总烫次超过450万笔 今年上半年又比去年同期成长8% 7月起手机B层车在台铁全面启用 8月陶杰与新北轻轨也正式上线 不过目前只有安卓系统手机有开放NFC功能 可以使用悠油负B层车 至于苹果手机何时开放 悠尔卡公司董事长林志颖也做出回应 手机B层车的功能是要借重于手机本身的NFC 这个作用才能够达到 那么目前只有Android的各品牌的手机 那iOS Apple手机 目前因为Apple的政策 还没在台湾地区开放NFC的使用 那它在全世界 好消息是它在全世界的局部的国家跟地区 已经陆续在开放 那我们期待那个苹果公司在台湾的NFC的功能 能够早日的开启 让台湾的民众 Apple的使用者 能够更自在地享有这个低层车的这个功能 所以只要NFC的功能 苹果公司开放的话 那我们会主动的跟Apple来联系 苹果公司也同步推出好康活动三重送 直至起到11月底 民众使用手机B乘车购买TPass定期票 可享比比最高5%回馈金 另外在加码抽定期票免费搭 将抽出10位幸运额可获得1200元悠油付回馈金 新加入幼儿付会员 在活动期间用手机B乘车购买1200定期票 这可以获得100元现金回馈券 每期限1000名总共2000名 欢迎民众一起加入 多多使用大众运输工具 体验智慧便利新生活 手机B乘车购买都会通 记者张其腾台北报道 2024卡洛台北彩虹观光活动 今年主题为乘着彩虹去旅行 结合10月份的台湾同志大游行 推出三处户外打卡装置 及三条彩虹观光巴士主题路线 邀请国内外民众来台北体验 多元友善的城市风貌 四分位主唱阿山 Pisco吉他手瑞秋 以及人气变装皇后女王 与观光传播局副局长薛秋火等人 一同站在彩虹观光巴士前 为2024卡洛台北彩虹观光系列活动 进行宣传 活动推出三处户外打卡装置 及三条彩虹观光巴士主题路线 更邀请15位各领域名人 担任导览员 分享解说台北的彩虹景点与故事 我这次负责的是电影之旅士 因为我七年前参与的一部电影 就是《谁先爱上他》 对 那部电影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个时候我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 我就想到我一个同学 为什么 一个高中同学 因为我这辈子第一次收到的情书 是一个男生写给我的 哇 我就很想跟他联络 但是我还是鼓起勇气去跟他联络 真的 然后呢 然后我想也许趁这次 这个机会 我希望也许可以让他来搭这个 每一位朋友们 彩虹观巴士 报导出去 这个当年有写信给阿珊老师的 请你来搭这个彩虹观巴士 为什么 因为我很喜欢一部电影 叫《女朋友男朋友》 他在电影里面好像有还原 那时候当时 这个宋小月在台上 激烈演讲的部分 对对对对对 那我很喜欢那个电影 那那个 然后在《中文剑堂》里面有最近 对身心灵这个部分 其实蛮喜欢的 然后在《中文剑堂》 它好像有一个 有关风水的关系 是 它在这个地方的瓷砖 有一个中心的集中点 这个地方 你如果去拍手的话 声音会特别不一样 那很多人也许他可能 比较疲倦的时候 他就会站到那个地方 然后有能量 就感觉自己能量会比较好一点 我想那天 如果我们下次的话 可以带大家去这个地方 你果然是很称职的导览圈 那每一个地方 其实阿珊老师都知道 这每个地方都代表了 不同的当时拍电影的场景 是的 像228屏公园 大家看的滑灯初上 或镊子 这些都是 然后最后我们会停留在哪里呢 西门町监狱第2号出口 是 就是跟这边的地标一样 非常多人拍照的地标 是的 每一年跟观众的互动 都会觉得说 更深刻的体会到 为什么我们台湾可以是 第一个同志 婚姻合法的 亚洲的一个国家 是 因为台湾怎么样 台湾的人民尊重 善良多元 以及包容 以及性别平权 跟彩虹文化的认同 自我认同这件事情 非常重要 尤其是跟彩虹有关的一个活动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 自我认同 所以我其实非常的感动 以及非常的骄傲 那再加上今年呢 因为以前以往的路线 比较单一 虽然人还是很多 但是我觉得今年非常特别 是今年增加到三大主题 对于我们的市政府广场 到我们的市议会 到我们的当代艺术馆 到我们的228和平公园 因为其实228和平公园 对于同志的历史的发展 以及演变 这边算是占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所以中途呢 我们会停靠的 就是228和平公园的彩虹点 对 以及长德街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件 是是是是 我们的长德街事件 到时候呢都会在我们的 官方巴士上面做导览 回想起 从疫情过后 我去了一些国家旅游 那我去了一些亚洲国家的时候 我也有搭过类似这种观光巴士 对 我一直在寻找着这些国家 也没有一些彩虹的场景 那我觉得非常骄傲的事情是说 我们台湾我们台北 我们有这样子一个巴士 这样的活动可以带大家看到 哇原来台北是有这么多的彩虹的景点 我觉得这是我去过的很多的亚洲国家中没有的 来介绍一下你这条路线 起点是西门红楼 对不对 我觉得对音乐人来说 这个路线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一个当然是西门红楼 西门红楼不仅是有西门河岸 这样子的Live House 然后那边也常常有 大量的音乐活动 是 包含我去年有在这个地方演出 跨性别游戏 对 然后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可以说是音乐人的圣地 就是女巫 就是我们最后会停留在女巫店 对 这个圣地可以带大家去一趟 观光传播局表示 彩虹观光巴士游城 规划三条专属主题路线 有文化之旅 音乐之旅 和电影之旅 透过名人导览与旅客互动 让更多人深入体验彩虹文化的多元魅力 我们台北市已经成为 亚洲 可以说是最友善 最注重性质的一个 国际城市 那我们从每年 十月份 我们在台北市 集办的这些 同志大游行活动 都能够吸引很多的 外国朋友 还有外宣誓的朋友到台北来 这个是一年 一个 一场非常盛大的 家联网活动 那当然观光传局 这边 因为这个活动 都受到 这个很多的 我们媒体朋友的报导 以及国际的关注 所以观光传局 站在城市行销 以及观光推广的立场 我们都会在十月份 来举办 这个彩虹系列活动 当然就是 也延续的第五年 我们来做一个彩虹的 这个观光巴士 今年特别打造了三条 这个主题游城 包括有这个 音乐的 文化的 还有电影的 这三条主题游城 同时啊 有十五个 这个我们的这个 名人 来做一个共乘跟导览 那我们特别 也惊险了三个景点 包括我们西门町 包括我们的松山 这个文创园区 还有我们细腻商签 那这些艺术装置啊 可以让这个 我们的 除了我们这些 外国的朋友 或者是来台北市的 参加这些 同志大游行的朋友 能够去 这个 看看 景点看看 同时也可以打卡拍照 彩虹观光巴士游城 将于十月五号 到十月二十五号的 每周三五六日出发 共有三十六场次 邀请国内外民众 来台北感受 爱与多元文化的力量 记者理系会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十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 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处两年以下 徒刑和五十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气象鼠发出大雨特曝 基隆在汉印变中心周五提升二级开设 大五轮溪河水上涨 索性大雨来得又急又快 水位才逐渐退去 车子经过迈进入圆环 纷纷放慢速度涉水而过 27日一场豪大雨来得又急又猛 地势比较低的地方出现积水情况 安乐区大五轮溪河水上涨 部分路段也出现了积水 金融市长谢国良下午2点 紧急坐证灾害应变中心 宣布灾害应变中心 由三级调升为二级开设 随后前往安乐区 视察大五轮溪水位情形 提醒市民朋友要多注意 因为两个小时只要降下100毫米的话 基本上就会开始有机淹水的清晰 那主要我们怕的是短时间的强降雨 所以还是请市民朋友多加注意 天其实都会有陆续这样子情况 尤其是下一周也有燕子台风 所以这两个礼拜是一个比较 下雨量下得比较急的情况 所以请大家多注意 连续两天的好大雨 部分地区出现了积水 坐证灾害应变中心的市长谢国良 日前因为感冒身体不适 27号下午又遇上这场好大雨 原定前往医院钓点滴的他 以临时取消改为视察 上礼拜的强降雨 本来是要去打 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 新北金融则是好雨特报 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 各地容易有强降雨 就用灾害应变中心紧急开设 市长谢国良 要求各单位做好万全准备 预防强降雨可能带来灾情 记者黄绍明就用报导 上礼拜的强降雨不少校园淹水 慈云寺捐出了20万元清理修缮校园 副市长邱佩玲亲自向主委李林保育致谢 承诺会妥善用于学校 基隆慈云寺举办季孔大典 安乐国小学生表演615 不过前两天基隆大雨影响 五轮国中等校园出现积水现象 慈云寺宣布捐出20万元 作为修缮各校园经费 这几天基隆雨下的太大 市长说政府都很努力在灾灾救灾 所以我们慈云寺表示一点意识 将个20万 需要的学校学生 他们需要修缮的人是一点点 金融市孔子诞辰纪念日 每年都在慈云寺举行 对于慈云寺长期照顾金融学子 又慷慨捐出经费 副市长邱佩玲 特别代表市政府 向慈云寺表达感谢之意 非常谢谢慈云寺爱心 那还有说要捐20万给学校 那我们回去会跟教育处商量 看怎么个捐法 因为有很多的受灾地方 刚刚我们的议员也告诉我们 所以我们回去好好看 怎么样分配这个款项 短时间的这种高雨量 就是让这个学校反应不及 那很多应该要走在 可以疏通的水路 他就跑到活动中心里面去 所以教室什么全部都是泥泥 所以说我们希望说未来我们接下来 这个教育处这边和市政府这边 可以做一些这种防刃的计划 天日大雨 学校受到迫及 慈云寺捐出20万元经费 希望静点绵薄之力 照顾金融学子 记者 黄梢明 金融报导 今年是孔子弟2574周年的诞辰 未来要纪念重要的节日 基隆慈云寺依循传统 9月28举办祭孔大典 祭祀流程和献礼仪式 全都依照古礼进行 安乐国小学童 献上615三献礼 过程庄严隆重 慈云寺举办祭孔大典 正县官 副市长邱佩玲 雅县官 议长佟之伟 和中县官 慈云市主委 李林宝玲 身穿礼袍 带领所有的分县官 祭拜孔子 仪式一群鼓礼 枫香舞蹈团 派出学生 担任理生 安乐国小学生 依照祭祀里 献上615 呈现最完美演出 慈云市愿意在孔子诞选的时候 办这样的活动 大家都知道 我们小时候一定要念孔子的所有书 论语各式各样的 那现在社会改变很多 怎么样把孔子的言论 还是可以用新的方式 让每个人知道 仁义 信义 我觉得这是很要紧的 我们慈云市 每年都举办祭孔大典 感谢安乐国小校长 还有学生来跳615 表演615 还有感谢我们副市长 还有我们的议长 还有各位长官 各位贵宾来参与 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因为一般人不太能尝试这种体验 今天是教师节 然后我们能够尊师重道 今天刚好是教师节 很高兴能够带孩子们来 等于是做一个很好的 615的祭祀 那希望在尊师重道这件事情 我做学生 我要永远记住老师对我们的好 现场吸引不少家长官吏 包括议长佟 民政处长张元祥 教育处副处长 徐燕丽等多位 学校校长老师 都到场官吏 看到孩子参加祭孔 相当骄傲 从民国78年开始 每年都祭孔大典 让我们的小朋友 可以邀请很多小朋友来参加 让我们的小朋友 可以了解到我们的传统文化 然后教育的意义跟背景 在暑假之前我们就有在排练的 然后其实就是用课语的时间 利用他们的时间 然后其实天气很热 其实小朋友 有时候都会 就是有点不耐 就是不耐热这样子 那其实他们其实很心很动 其实今天刚好在教室前这一天 又是9月28这一天 其实小朋友就是 有这个方面可以表演 其实很感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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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晴云市也特别发放智慧高 分送给家长和孩子 希望学生增长智慧 学业进步 很感恩每一年 晴云市都这样举办 我是第二年来参加了 希望藉由这样的活动 让我们了解智深仙师 在我们心中还是有一定的地位 它还是影响着我们 但是他的言论 必须与时俱进的做一些更改 928教师节 晴云市发扬尊师重道精神 藉由典礼 延续文化传承之外 也向所有的教育工作者 致上最诚挚的祝福 记者 黄绍明基隆报导 基隆教师节表扬大会 在表演艺术中心举行 获奖教师共有294人 由市长谢国良 亲自颁奖表扬 感谢老师们的辛苦教导 真的 我觉得基隆这个地方 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 然后我觉得真的要鼓励 我们在地的孩子们 留在在地就学 因为其实你可以 拥有更多的机会 还有拥有更多的舞台 对 所以找机会 不需要舍尽求远 我觉得基隆是很棒的地方 教师节表扬大会中 市长谢国良亲自颁奖 暖暖高中萧惠林老师 获得教育界最高荣誉师奪奖 另外也表扬资深优良教师 教育奉献奖等奖项 感谢老师们的辛苦付出 老师是一条很 应该怎么说呢 是一个 真的是必须要不断的去真能 然后让自己 要跟着孩子一起前进 对 但要懂他们的梗 所以上课的时候 才可以引起共鸣 这样子 对 所以有时候像数学课程的部分 不然有时候我就会唱歌 对 有时候就来 就会来点歌曲 比如当下时事的歌曲 然后他们就会觉得有趣 暖暖对我而言是一个 意义很不凡的一个地方 对 因为我在暖中学习成长 暖中是我的母校 然后 我最后也回到暖中工作了 然后我在暖中 认识了我的先生 然后在那个地方 就是成家立业 然后我的孩子 最后也成为了暖中的学生 对 所以暖中对我而言 有一个非常非常深厚 而且特别的情感 那么教育的最重要的 就是要慈悲喜舍 爱榜样之后 能够贡献你教育 就是用慈悲喜舍的心情 给予更多的奉献 就很开心也很觉得很荣幸 然后在从事幼教36年来 得到这个奖项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自我的肯定 那从小朋友才一进幼儿园 他真的就是一张白纸 除了原生家庭的教育以外 再来就是我们了 我们常常就是说 我们是一个陪伴 陪着他一起长大 我们跟家长是一个 合伙的伙伴的一个角色 那便是说 我们在学校所进行的 在家里面也要同步去进行 这样子 我们才是真正在 帮助我们的孩子 非常感谢大家一年来的辛劳 那我们在这边 跟大家至上崇高的敬意 虽然我们在上任后 积极推动有更多的一些 国外的优秀的学术资源 来入驻基隆市 来提升我们在地就学的各项能力 但最重要的还是在座各位老师的 投入跟专业跟你们的爱 然后教导这些学生 那我都其实都非常怀念那一段 他们教导我们的过程 真的我觉得一个学生可以 这个就是您对他的教导跟他的爱 他到长大三十年后 他还是记得清清楚楚 这就代表说各位老师 你们的这些耐心跟爱心跟专业的付出 是可以对这些学生 产生最根本性的影响 我要必须要告诉我们老师 你们的所有的作为绝对都是有影响力 就像刚刚市长讲 你们的所有对学生的影响 真的是如远不见 不知道哪一年在学生身上会发光 就像我现在也一直在怀念我以前的所有老师 今年的基隆教师节表扬大会 共有294位老师获得表扬 市长谢国良一一颁奖与获奖老师合照 市议员陈冠宇也到场致辞 祝福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市府表示9月1号起 教师于假日奉派公差 除了原有的补修机制外 还可以享有补修期间的客户公排带 增加老师休假的弹性 未来市府也会持续为所有老师创造更美好的教育环境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市长谢国良推动行人友善持续发展成果 交通部公布全国上半年的道安成绩 几欧美10万人死亡人数 整体死亡比例是本岛各县市排名的第二低 仅次于台北 行人方面的死亡比例是全国第三低 成效卓越 市长谢国良跟交通处副处长黄诗涵 透过直播展现市政亮点 特别说明交通部公布全国上半年的道安成绩 基隆再度展现行人友善推动的成果 整体交通事故死亡比例是全台本岛各县市排名第二低 仅次于台北 行人方面死亡比例是全台第三低 成果相当显著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交通死亡人数 现在是全台是第二低的 那这个台北市显然是我们的第一名首善之都 那我们其实也有这样的企图心 要来跟台北市一样 要来并列第一的一个这样子的情况 那另外有一个行人的部分 也是类似啦就是专门把行人挑出来的时候呢 啊我们是第三名 那如何才能达到下一阶段再下降 或甚至达到本岛的第一名呢 其实我们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企图心去挑战这个本岛第一 而为了让行人更安全 市长谢国朗表示 10月起将针对行人方面来加强交通安全的观念宣导 那常常有看到我不知道 志明你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明明这边有一个斑马线 他就差个七八公尺 连十公尺都不到 可是他就不走他的斑马线 所以我们在今年的10月 11月跟12月 我想我们会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宣导 我们会努力的来告诉行人 我们尽量不处罚 只宣导的模式来告诉行人 就是说不要轻易的就穿越双黄线 穿越红灯 然后把自己也铺在危险的地方 市长谢国良说 希望透过第一波车辆里让的宣导 再到第二波的行人遵守交通安全的推动 让基隆成为全台最安全的行人友善城市 记者黄日生陈淑平基隆报道 基隆双塔中 球子山灯塔主要的道路和异象的改善工程 接近完工 不过通往灯塔的灯山步道 都需要有再加强的地方 因此中山区和平里里长张和妹 特地邀请旧市议会议长佟子委到现场会刊 一起来关心 议长佟子委一行人 会刊球子山灯塔步道时 刚好遇到从基隆灯塔步行 经过白米翁炮台步道 再到球子山灯塔 现年72岁 从台北特地来这里爬山践行的登山大叔 对于双塔的风景赞誉有加 至于这些登山爬山步道 有没有需要再改善的地方呢 大叔说只有中间部分崩塌的地方 需要再改善就可以 而知道议长佟子委特地来这里会刊 要如何改善步道 登山大叔也称赞同志委 很努力为大家着想 主动要求和议长何以留念 改善步道我们议长 谢谢 恭喜前途大友 也是 由于通往球子山灯塔的登山爬山步道 以及连接通道白米翁炮台 和基隆登塔的步道都有需要再加强 因此中山区和平里长张和妹 特地邀请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子委 邀及市政府相关单位人员再到现场会刊 佟子委也答应 会向市政府以及中央等相关单位 争取经费来改善 然后说我们把它连串起来就是 山里长长和平先动太白 改善先动地区和平设计 对把我们这三个连串先动中山区 这些人活跃起来 这边看过走过一次争取的 这个前面前端的一个步道以外 我想后面这个楼梯到灯塔 我们会在 今年会再成立一个案子 来继续争取 跟市府把它整理得更完整 包含栏杆的部分 那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这个 我们要从秋子山灯塔到白米翁炮台 这段步道 就是一日双塔的概念 这一段过去 有非常多的人走过 那觉得说是有非常漂亮 绝无尽有的美景 那我们里长跟理事长也非常用心 一直积极来跟我们要争取 来把这个步道来做完成 我想我们今年会特别 把这个案子作为一个优先 特别注重的这个案子 来跟市政府相关单位来争取 希望把这个步道来完成 让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基隆的美景以外 也可以体验我们这个都市之废 秋子山灯塔到基隆灯塔 所谓基隆双塔游 已经逐渐成为基隆市新兴的旅游 践行爬山路线 而在秋子山灯塔这里 在议长佟子委大力支持推动下 目前主要道路和意向的改善工程 也接近完工 佟子委希望双塔之间的 登山和联通步道改善后 能够大幅提升 践行爬山的安全和观光品质 让更多人看见基隆山海景色的美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 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一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然后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机房及非法机上河经销商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河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泽泽的新闻 这些制造 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河的业者 都会遭到罪重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品试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 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河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河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河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营养化碳终结者能口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能口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 在一篇一段时间